中超联赛第十九轮 山东泰山取胜河北队 提前三轮夺得中超冠军 十一年后山东泰山再次登顶顶级联赛 恭喜他们 在此之前 山东泰山曾四次夺得顶级联赛冠军 首次夺冠是在1999年 球队不但成为假冠军 还拿下了当年足鞋杯冠军 成为职业化以来第一个双冠王 2006年拥有李金宇 郑治等一批优秀球员在内的山东队 再次所向披靡 斩获当年的联赛冠军 以及足鞋杯赛冠军 再一次拿到双冠王宝座 而仅仅只过了两年 2008赛季 山东泰山再次登顶中超联赛 拿下球队历史上第三个顶级联赛冠军 2010年 山东泰山第四次登顶中国足球顶级联赛 也造就了球队双数年夺冠的美团 只可惜那一年也成为山东泰山最后的辉煌 鹏大闯入足坛 基本垄断了之后的中超冠军奖杯 之后的十年间 山东队逐渐沦为争冠背景板 甚至一度要为宝鸡而战 但近几年山东泰山卧薪肠胆 不但引进了费莱尼 墨伊赛斯等一波强力外援 本土球员也可以独当一面 2020年足球杯 豪伟帅队登顶 2021赛季在中超半数球队 受到大环境冲击的情况下 山东泰山谷改极其成功 顺利完成了过渡 也如愿拿到了2021赛季中超联赛冠军 而足球杯山东队也将与海港打响最后对决 对于如今的山东队来说 重新登上双冠王宝座 这是时间问题 第1回事 第2回事 第3回事 第2回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